全面平安 我们感恩 又来到礼拜天 在过去的几天 我们这边的赤后 天气比较热 我们都感受到 比较有一点不适应 但是我们感谢神 今天这个礼拜天的早上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发现 哎呀 有清风吹过来 感觉得很凉快 很感恩 神是创造天地的神 神也借着我们的气候 天气 来祈福给我们 满身的感恩 来到礼拜天 我们圣诞感恩 因为我们可以来敬拜祂 敬拜神 这是我们做神的耳里的 一个美好的福分 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福祉 这个机会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今天来到教会的教堂当中 来参与这个崇拜 也有一些弟兄姐妹 还在家里头 通过这个网络来敬拜 我们现在让我们 同心地做一个祷告 把上面的时间仰望 在我们的主的手中 让我们同心安静 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谢谢你 真的我们的心 要来切勿 你的真理 我们要刻目 来听你的话语 主啊 希望你的话语 今天通过圣灵的工作 进入我们的心祸的里头 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感动 让你自己的真理 来建造我们 建立我们 以至于我们 要坚固的 这个熟灵的生命 继续地成长 主啊 求你 在这里的话语 也要激认 我们干渴的心 以至于我们 得到你的卧水 以至于我们有能力 也有盼望的 来服侍你 做我们恭敬的 把今天这一堂的聚会 我们的讲道的时间 还有我们在 这个教堂里头的 弟兄姊妹和同工 和在家里网络上面的 或者在平台上的 弟兄姊妹 我们同心的仰望主 求主带领我们 我们怎样祷告 昭脱 祈求 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而在两个礼拜以前 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 我讲道的主题是 人生的路上 不住地祈祷 这就是说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人生 或者是我们家庭的生活里头 我们都要注重 要强调 不停止地祷告 因为不停止地祷告 是我们生命和家庭 成长和合一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要来到 整个主题 同样的主题 就是讲道 我们要同心祷告 可能你说 我们常常都讲到 要同心祷告 但是我今天的注重点 是放在 如何可以同心祷告 这就是有一点分别 如果我们要同心祷告 我们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学识什么 在哪一方面 以前可能我们都复若了 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地 来注重 这些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真的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可以合一 同心地祷告 我曾经看到 有人写上 怎样的一句话 他首先发出一个 what if的问题 就是 如果怎样 张伟是怎么样 他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不祷告 当然我上次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祷告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教会里头的 或者家里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祷告 感恩 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 尤其是如果我们 没有不住地祷告的话 我们有什么后果 他告诉我们 有三个情况 第一 你的人生是空的 什么是人生是空的 我不是很有成就吗 我不是做了很多 美好的工作吗 我不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有贡献吗 对啊 可能你都做到了 但是如果你不祷告 你所做的一切 都帮助不了你 到头来 你还是感觉到 是空虚的 接着圣经说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只有祷告 把我们的人生 带到神的那里 我们的人生 财富是空的 如果你不祷告 你的家庭也是空的 可能你说 没有啊 我家庭里头 很多小孩子啊 我有很大的房子啊 我都有很多的财富财产啊 我的退休计划 也做得挺好的 怎么说是 我的家庭是空的 是的 你都做到了 但如果你没有 不足的祷告 的话 你的家庭 到头来 还是空的 我常常看见 很多家庭就是这样 很多儿女 但是儿女之间 他们不 协调 没有和谐 而父母亲 跟儿女之间 有很多的代沟 很多不能沟通 谈话的地方 家庭很 很大的一个家 但是里头是空的 因为没有 同心 不足的祷告 如果你不祷告 你的教会 也是空的 我想在过去 一个多一年多以来 就应验了解一句话 教堂里头的座位 都是空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没有人 回到教堂里头聚会 都躲在家里 通过网络 平台来聚会 感恩的 就现在我们的教堂的门 重新地打开 我们欢迎弟兄姐妹 凭着信心 我们愉快地来 来教会的当中 同心地来敬拜 同心地来祷告 真的如果 教会没有 同心地祷告 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事工 所有的步道 所有的窝洞 也都是空的 因为唯有通过祷告 我们所做的 才产生有永恒的意义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不足地 同心地来祷告 属灵征战之地 我们常常在 侍奉主的时候 都感觉到 我们进入一个 属灵征战的地步 但是你知道吗 在属灵征战的地步里头 其实也就是 神带领我们 进入祂的应许之地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如果你读圣经 你就知道 当神带领 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进入了迦南地 马上 他们就开始了 跟外邦人 在当地的人来打仗 不停地来见证 但是 神不允许他们说 迦南地 就是我给你的 应许基地吗 真的 如果我们要进入 应许基地 我们也要参与 属灵的征战 在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已经走在 神的应许 基地的上面 所以我们的 同心祷告 是一场 属灵的征战 但是也是 神应许 给我们的地方 初期的照会 他们面临的困难 很多 按照刚才所读出来的 圣经 《使徒行传》第四章 告诉我们说 初期的照会 他们面对的难处 或者是外邦人 犹太人 给他们的恐吓 好多 给他们的威胁好大 但是 就是所有的困难 和人给 教会的威嚇 都对主 耶稣的照会 起不了作用 越是这样 越是 催逼着 这些照会的人 他们赶快地 进到 主的面前 感恩的 我们看这段经文 就看见了 解释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 可能有的伤害 却不难阻 照会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的 施恩的宝座前 来同心地祷告 今天我们也 好像也活在 初期的照会的光景这里 我们还是面对 种种的困难 一波一波 又来的难处 但是我们不要恐惧 不要担心 不要灰心 我们真的要赶紧地 来到主的面前 初期的照会 虽然遭遇到逼迫 但是他们还是同心的 我觉得这就是 神要超念 祂的教会的原因 要同心吗 我们就愉快地来 面对着 这些困难 甚至于 生命而来的逼迫 我们都要 面对 如果我们要同心 我们就 经过这些功课 但是越是怎样 我们的心智 越是能够相同 相反的 很多时候 魔鬼 仇地 就知道这个道理 他们就叫教会 说你们都很平安 很安逸 很享受 很丰富 什么都有 但是到头来怎么样 我们却不同心 我们都顾住 来享受 我们现在的 安稳的生活 但忘记了 初期的教会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增长 是因为 他们面临 批魄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同心 圣经 《使徒行传》 第四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一件当时发生的事情 就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 我们看前面就知道 他讲的就是 使徒 彼得和约翰 这两个当时教会的领袖 受到这些犹太公会的人 攻击他们 甚至把他们拿上 然后又去恐吓他们 然后就把他们释放 让他们可以回到 教会的会有哪里 会有这个字 是在新的圣经里头一次 出现这个字 其实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 他说companions companions的意思就是 他们是同工 他们是伙伴 或者是在奥运会里头 都是一个团队的人 一块来参与 他们的彼此的支持 好像我们都是队友 我们都是打仗的时候 的战友一样 我们都是同心的 这两个人 他们受了苦了 但是 这不仅仅是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他们把这个事情 跟他们的 教会的会友 弟兄姐妹来分享 这件事情 把这些 犹太公会里头的 这些领袖 包括这些祭司长 或者犹太公会里的长老 给他们说 为何的话 都告诉这些 教会的弟兄姐妹 感恩 会友这个字 很容易 我们就以为说 我们都是那么碰巧 同在一家 教会里头的朋友 我们是偶然 在教会里头 见见面而已 不是的 这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是 companions 我们彼此的支持 互相的鼓励 彼此的安慰 没有人说 不管我的神 你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都不管的 没有 他们都关心 这两个 受伤害的弟兄 他们回来 就跟这些 教会的人来分享 按照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说在 《菲律比书》 第二章 第四节里头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圣经我们也常常读到了 但如果你看英语圣经 在翻译这一句话的里头 是很有意思的 它说我们自己的事 和别人的事 这个事 这个字是interest的意思 那就很有意思了 那就是我们都注意 我们的interest 我们的有什么利益给我们 或者是我的兴趣 我喜欢的事情等等 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利益 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情 那就我就不管了 但保罗的意思说 不是这样 就算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你感觉到做这件事情 对你没有带来任何的利益 你也不要单顾自己 也要顾及别人的事 最近不是我们 前一阵子都不是在观看 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吗 我们都躲在家里 看着 很好看 每一场比赛都是很紧张 我们都为 尤其是为我们的 扎拉大队 他们的拿到的奖牌 我们都很感恩 很高兴 很快乐 在一段时间当中 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就常常跟我通电话 就他们都 他都都告诉我说 哎呀 我今天有看到 这个奥运会里头 有什么真采的上目 他很喜欢的告诉我 其实他说 讲的上目 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喜欢看其中 一两个上目而已 别的我都不感到有兴趣 但是我就 夫人就想 哎呦 这个弟兄怎么 怎么高兴地跟我分享 我怎么能够 拒绝他 我就跟他一块来 听他所讲的 分享他所分享的 很感恩 就在哪一件事情上 我夫人之间感受到 保罗这句话的意思 在教会里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只是看中我的益处 我有什么好处带给我 或者是我喜欢的 我才去做 我不喜欢的 我不感到有兴趣的 我就不去管的话 那么我们都没办法 做到合一 我们也就没办法 能够明白别人的心 他想法是什么 所以保罗这句话 讲得很好 我们不要耽顾着自己 也要兼顾着 别人的事情 这才是一家 同心合一的一个教会 在这两个人 就是彼得和耶汉 还没有获得 这个犹太公会的人 把他们释放以前 其实我告诉大家 神已经叫他们 在祷告里头 得到释放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也就是祷告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后来告诉我们说 犹太公会给一些 使徒们的逼迫越来越厉害 起初只是为何他们 禁止他们不要去传讲耶稣的事情 后来甚至于鞭打他们 叫他们受身体的伤害 甚至把他们关在监牢的里头 他们对他们的攻击是越来越厉害 但是神教导他们 通过祷告 他们的生命就释放出来 所以他们越受逼迫 他们越同心 越受到打压 教会更增长越来越快 这就是我们看见祷告的力量 弟兄姐妹 我们注意到 世界上的患难和困苦 都是带给教会 最好的磨练 是的 为什么我们的神 不把困难拿走 我们的神 为什么不把这些患难 甚至于一些 叫我们感觉到难受的事情 都把它拿走 这不是很好吗 不是的 神爱教会 所以容许 这些世界而来的患难和困难 给我们 是因为祂要我们 神的教会 要接受最好的磨练 正好上我们去参加奥运会的 这些运动员 他们都是经过多年的 这些磨练 到头来 他们才可以代表 他们的国家 参与这波荣耀的一个比赛的事情 记住了 神容许这些困难 临到你 临到你的家庭 也临到我们的教会 都有祂的原因 都有祂美好的意识 因为祂要预备我们 磨练我们 成为神所合用的仆人 在美国 在上一个月 在七月份 美国有一个 某一个基督教的宗派 他们在美国的中南部 有一个地区的区会 他们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他们开了一个大会 其实这个决定已经拖拖拉了一段 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好像现在在北美洲 很多的宗派和教会一样 面临着这个社会 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 很多的浪桥 让我们感受 这是忍受不住 因为现代人的思想都不断在改变 行为的方法都改变 社会的态度都改变 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所以他们当时有个地步说 不如我们就脱离开 离开我们这个中派吧 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 但是后来大家都说 不行的 这样不可能的 不应该这样的 那后来他们就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区会解散了 就我们desolve 我们这个conference 好了 那我们就每一个堂会 你们教会 你们就自己决定 要参加哪一个区会 以至于以后 你们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我们就比起也不互相的影响 但是这些代表的弟兄姐妹 同时要感受到 一直要对教会的前途不好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教堂里头 每一家堂会里的年轻人和儿童 我们都可以通过几个区会 我们联合的聚会 联合的退休会 联合的杀令会等等 我好高兴 好快乐 但如果我们一杀 一杀就解散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 我们的杀一代 年轻的一代 年幼一代 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他们又不同意 所以就是 录了好长的时间 最后到七月份 他们又开会 有一部分人 他们去到Kansas那边 他们开会 有些人还停在这个网络上 来参与开会 但是有更多的人 在他们当中 来同心地祷告 他们依靠神 他们说 神啊你帮助我们 来解决我们几个困难 我们真的没办法同心 但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这就是祷告 让我们做一个 一个可以 神所容许的一个决定吧 最后 很奇怪 他们所做的投票的决定 都是把两个动议都推翻 所以说 第一 他们不离开他们的宗派 第二 他们也不解散 他们的谈会 他们的去会 感谢神 这都是看见的 祷告的力量 当人愿意谦卑地跪杀 在主的面前 承认我们没办法 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有智慧 聪明来做这件事情 求神你通通地来带领 在这时候 当我们同心祷告 你就看见 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 神的教会 要回到我们的神那里 一起地来面对 种种的困境 在我当牧师 怎么强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都感觉到 真的 做教会是不容易的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有不同的主意 大家都有不同的主张 或者大家有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做事情的行为的 的方式 很难的 但是我们真的 真的发现 我们原来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也就是我们常常忘记的 就是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都是忙着做事情 忙着开会 忙着在想我自己的计划 但忘记了 我们要一同地来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来里 一块地来面对 我们所解决不了的困难 在困难里头 我们要同心同行 经历神的奇妙的带领 是的 当你愿意同心同行 就算困难来了 我们还看到 神在带领着我们 神的一双奇妙的手 在牵着我们 带领着我们 以及我们不为 走在迷失的道路上 我们感恩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偏行几路 因为我们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 每一个人在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 我在我的经验里头 我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 当他们面临着 一些共同的困难的时候 反而这些共同的困难 甚至是悲哀和灾祸 反而把他们都拉在一块 甚至把他们 他们可以凝聚得很紧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受伤的人 受苦的人 疼痛的人 越是这样 他们就越走在一块 他们就同心和一地祷告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真的 所以为什么神有事实 都容许困难 甚至绝大的痛苦 领导我们 都是这个原因 很多弟兄姐妹 受到的伤害是不同形式的 有人是在工作上受到伤害 有人是在他的社会上 在写交的事情上面受到伤害 有人是在关系上受到伤害 比如说夫妻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父母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 都受到伤害 甚至受伤害的人 如果他们愿意 都聚在一块 在神的面前 敬验神的奇妙带领 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教会里头都充满了首相的人 难过的人 伤心的人 但如果我们不祷告 我们教会所有的窝洞 还是空的 都是没意思的 所以我们需要同心祷告 教会才会丰盛和兴旺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些赵会的人 当他们听见 喜徒彼得 约翰 告诉他们这些种种的 遭遇的时候 圣经什么说 圣经说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一的 上神高声地来祷告 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 感恩 这些人都听见了 那所以说 他们有一个愿意去聆听 别人的讲话的态度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讲话 我们都没有注意去听好 我们都觉得 这是他们的事 他们所长大 我都不感兴趣 但是越是这样 教会越是不能够同心 所以 这里给我们看到 一个美好的榜样 弟兄姐妹 他们都很专心地在听 彼得和约翰 所分享的事情 然后 把他们所听见的 改变成为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 是同心合一的祷告 就把使徒 这两个人的经验 都放在他们 一块的祷告当中 上神来祷告 承认神是创造 天地万物的神 难道 这些事情 我们的神 做不了吗 办不好吗 不会的 这就是我们 共同祷告的时候 所产生对神的信心 越是祷告 我们的信心 越坚固 教会要把我们 所听回来的事情 转化 成为一个 同心合一的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事情 听见人家的分享 但是我们有没有 把他听回来的 把他转变一下 成为一个祷告 或者是我们只是听了 但是 只是当作 我只是拿到一些寄讯 我听到一些故事 明白这个人 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却没有为他祷告 这样 就把我们所听来的 浪费掉了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一张耳朵 来听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的情形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 要为他们同心的 来做祷告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超念 以后你听见人家的分享 你就可以在心中 默默地走着 在哪里为他祷告 也同心地为他祷告 我们越是这样的超念 你越感受得到 保罗这句话讲得很好 我们不要担顾着 我们自己的利益 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 这就是一家 同心的教会的表现 他们的祷告就说 第25节说 我们的祖宗大卫 他曾经在诗篇第二篇里头说 外邦为什么正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弟兄姐妹 这里提到有两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坏 坏 人生里头都充满了为什么 很多都是我们不明白的 就算我们走在 主耶稣的道路上 侍奉主的人 我们都有很多 坏 为什么 我们明白不了 我们永远不能够 完全切切底底的明白 但是我们唯一的 就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 继续地来侍奉我们的主 他就说 当时的外邦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争闹 争闹的意思 他们都不断地讲话 讲个不停 比起的批评 比起的论断 或者是比起的对方 也不满意 挤着对方的错误 我们看这个细节 不是这样吗 国家与国家之间 在争闹 人民与人民之间 在争闹 也包括 侍奉主的人 有些时候 我们也在争吵 争闹 但是 大卫在诗篇第二篇里头 已经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 就好像外邦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一样 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在争闹 为什么我们不回到 我们的神的哪里 回到我们创造的主的哪里 让他来带领着我们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 就是说 万民所有的人 为什么谋算 希望的是 谋算这个字是很严重的 英语是 plot意思 就是说 好像我们要 抵挡我们的政府 抵挡我们这个政权一样 但是他们是突然的 都是失败的 没意思的 那就是说 他们都是 都是错误的 他们所做的 都是不对的 他们谋算的 不是地上的 的权柄 他谋算的是 天上的权柄 神的主权 我们不是看到 这个世界里头 都充满了 这些希望的人吗 他谋算神的事情 他批评着神的事情 反对着神的事情 故意做一些 神所不喜欢的事情 故意破坏神的工作 常常是这样 教会作为神 在地上的代表 其实我们也面对着 面对着 逼人家的批评 人家的争闹 人家的谋算 在这个末世的世代的当中 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的心 准备 接受苦难 要受苦的心志 为主耶稣来受苦 因为这就是圣经里头 已经预言 告诉我们的事情 很多都是我们不明白的 不懂的 为什么怎样 为什么哪样 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把我们所不知道的 不明白的 不知道怎么来处理的 统统都带到神的那里 寻求神的 指引我们 帮助我们 真的 没有人说我明白了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怎么做了 结果我们就不祷告了 我们就不用祷告了 但是神要我们 有些时候不明白 不知道 甚至是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就让我们 迫切地回到神的那里 神的面前来祷告 像初期这一群 照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感受到 当前的困难好大 是他们 他们当时的能力 是处理不好的 应付不来的 所以他们要祷告 仰望这一位 创造天地的神 照会的主 保罗在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六节里头 讲了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都 很明白这句话 也常常引用 这句话的意思 保罗说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 叹识 替我们祷告 这讲到 我们的祷告 与圣灵的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经文 所以这说 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 叹识 替我们祷告 是什么意思 叹识 那就是代表说 他有同情的心 圣灵是有生命的 圣灵知道我们 的内心的感情 他同情我们 当我们感觉到 愁苦的时候 我们坐上来 甚至跪下来祷告 都不知道 怎么样来祷告 这个时候 圣灵同情我们 同情了我们 就为我们叹识祷告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悲哀的叹识一切 神都知道 神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的叹识 不要只是走在 人的面前来叹识 你知道吗 我们的软弱就是 我们总是跑到 人的面前来叹识 讲一些很抱怨的话 讲一些感到 无可奈何的话 感觉到很悲伤 很难过的话 我们都对人说的 但这里说不是的 我们跑到神的面前 圣灵为带领我们 对神叹识 神的灵为同情 我们怎样做 神就明白 神都明白 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所以这里告诉 我们的祷告 需要圣灵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 所以不管你讲的 你的话语 讲得好与不好 讲得多与不多 也都不重要 我们需要去圣灵 要安静的时间 走在主的面前 前两个礼拜 我讲到的是不是讲到 我们要深度祷告一小时吗 这都是可以超念的 有些时候 我跑在一段很长的路上 我就做着深度的祷告 我故意走一段很长的路 安静的走路 其实这在祷告 所以你不用整天 我躲在房间里 我一个人独自 一个人在祷告一个小时 这也可以 但另外也可以更落魄的 你走在路上 你默默地向神来祷告 当然你走路的时候 就不要闭上眼睛了 但是你是可以的 圣灵带领着我们来祷告 这就是深度的一种祷告 保罗介绍来说 监察人心的神 他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叫做神的旨意 替圣徒就是我们来祈求 感谢神 神是知道我们的 他监察我们的心 也通过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帮助 以至于叫做我们的祷告 来应允我们 感谢圣灵 这是圣灵与我们祷告的人 的一种关系 教会所以我们同心祷告 不能缺乏圣灵的同工 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 听从神的圣灵的指导我们 帮助我们 介绍来整个初期教会的人 他们祷告说世上的君王 他们都一起来起来了 神载也聚集起来 要做什么 要抵挡主 并且主的受告解 那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诗篇里头 第二篇里头 其实讲到很好的一句话 是预言这个弥赛亚的事情 就是很丰富的 你知道吗 地上的力量 现在他们都是 都集合起来 有科学的力量 还有就是 这些静止的力量 还有就是这些传媒的力量 这种media 他们都集合起来 都在做一些 抵挡神的事情 现在就是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圣经所长的 他们都聚集的意思 他们都把力量和平起来 来做工 所以如果今天的教会 还是分散的 如果今天的教会 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再同心的话 怎么样来面对 那些人家 集合起来 要攻击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来抵挡 接下来他们祷告说 西律王和本调比拉多 那就审讯耶稣的这个官员 这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就是犹太公会的人 他们都职合起来 个人在这个城 在耶路撒冷城里 他们聚集 要做什么 要攻打耶稣 英语的圣经翻译得很好 Conspire against 所以说 他们有阴谋在当中 他们要破坏 耶稣基督的工作 仇敌撒旦 他知道 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 复活了 带给教会 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他们就趁着 教会还是一个 一个很年幼的教会的时候 他们要发动 这些攻击的力量 你看到吗 聚集这个 只有在一起的出现 表明说 今天这个时代 反对基督的力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要小心 面临着这些事情 但是通过祷告 通过同心的祷告 我们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 属灵争战的原则 原来我们打着一场 属灵的仗 要明白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我们不是以地上的人来打仗 不是以地上的力量来对抗 圣经以福所书 第六章第十二节 讲得很好 因我们并不是以属学器的征战 乃是与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讲得太对了 这是保罗已经 一句话就讲对了 原来我们不是以地上的人作对 无论地上的人怎么来伤害我们 批评我们 反对我们 破坏我们 但我们知道 这是背后的力量 才是我们要面对的 背后的恶魔 天空掌权的恶魔 仇敌 撒旦 魔鬼 才是我们要与他作战的目标和对象 弟兄姐妹 我们要越是同心祷告 越知道我们应该 瞧着什么方向来祷告 我们不是单纯的 面对这个世代的问题 现在很多在会都集中 为这个疫情来祷告 为这个第四波的问题 我们祷告 为这个变种的问题祷告 为这个我们的医疗上的事情 需要来祷告 这都是表面的事情 我们要看到 我们是打熟灵的仗 我们越是同心祷告 越抓到我们打这场熟灵的仗的原则 和我们的方法 我们要宣告 宣告仇敌 魔鬼已经是失败了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把他打下来 把他打败了 我们宣告在耶稣里头的得胜 这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 说 召回的同心祷告 好像什么 它只需要三个比方 第一 召回的同心祷告 好像一所学哨 这是一所我们看到的学哨 学哨通常都给人家很庄严的 很有 很有权威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祷告并不是需要庄严权威 而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 同心祷告好像一所教会 一所学哨 因为学哨里头有校长 有主任 有教师 有学生 当然也有家长 我们是同心祷告 我们每一个学哨里头的人 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工作 做不同的任务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同心祷告 做少长的 做主任的 他们要为学哨 为学生 预备一个更好的环境 预备一个更好的方案和材料 还有在教师 他用心竭力地来教导学生 爱护他们 学生就好好的来学习 但是还有一点 学生当中 也有分别的 有些是高年级的 有些是比较低年级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当我们进入教会里头 同心祷告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 熟灵的程度 有人已经祷告了好几年 有人是刚刚进来 学识祷告 所以千万不要灰心 也千万不要说 哎呀我是刚出信主的 我怎能够跟你们 只是信 耶稣怎么长久的 基督徒一块来祷告 你们的祷告太厉害了 就不需要我的祷告 不用耶 不需要这样想 我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我就进来 跟高年级的学生 一块地来学习 高年级的学生 也愿意来帮助 低年级的学生 弟兄姐妹 这就是同心祷告 一块地在祷告里头 来学习 来成长 不要忘记 一年级的学生 有一天他会变成 六年级的学生 也一样在祷告上 能长进 有进步的 只要我们一块进入 这个祷告的学校 照会的同心祷告 就发挥 产生更大的力量 第二个比方就是说 照会同心的祷告 就好像一座壁炉 什么是壁炉 这是fireplace 火炉 大家都知道 火炉里头是放什么 是放木炭 把这炭放进去 把它生火 哎呀 一生火起来 其实炭火就红起来了 就产生一股温暖的力量 整个房屋里头 都是温暖的 现在我们这个 沙天当然不需要一个火炉 冬天马上又来了 冬天之后 我们就还高兴 哎呀呀 有一个温暖的火炉 祷告就是一个火炉 一个壁炉一样 我们不停地 要把炭火加进去 我们需要更多 更多的弟兄姐妹 投入来一块祷告 但是在这个火炉里头 一些炭火 慢慢它就需要 有新的炭放进去 我们要把新的木炭 投放进去 当只是新的木炭 放进去的时候 起初它是什么 它是冰冷的 不热的 不亮的 但慢慢慢慢 当它投入进去 整个壁炉之后 它就变成为火热起来 那就一说 当我们同性祷告的时候 就可以比起的温暖 也比起的鼓励 比起的帮助 有些弟兄姐妹 偶然 它会冷淡下来 它就是不冷不热的 来过它基督徒的人生 但通过 其他弟兄姐妹 火热的祷告 比起鼓励的祷告 他们又再一次 产生了 这个 在神的里头的盼望 和祂的热心 第三 召回同性祷告 第三个比方 就是好像一个 发电的工厂一样 一个壁炉只能够提供 给一个房屋里头的人 感觉到温暖 但是一个发电厂就不一样 它提供整个地区的人 和每一个家 给他们有电力的供应 给他们有温暖 给他们有空调 等等 每一家的办公室 每一家的工厂 都有能源供应给他们 所以发电厂是很重要的 这种姐妹 当我们同心祷告 就能够产生 一个发电工厂的力量 供应更多的事工 供应给更多的事要 无论是传福音的 陪灵的 培训的 栽培的 宣教的 我们都需要 这个发电的工厂 但是发电的工厂里头 需要什么 需要很多的工人 需要不同部门的工人 都投入 一两个人做不了 所以你愿意成为 这一座发电工厂的 其中一个人吗 我们需要同心祷告 所以同心祷告 好像是学校 比起的帮助 比起的鼓励 共同的成长 同心的祷告 好像一个火炉一样 我们比起的温暖 扶持 那些软弱的人 冷淡了的人 同心祷告 好像一个发电的工厂 产生动力 以及神的工作 能够推动起来 好像初期的教会 面临困难 但是他们同心祷告 这个反而把福音 传到更广的地方去 影响更多的人 我们认识感恩 再讲一个比喻 在美国 有一个著名的牧师 他叫John Maxwell 约翰·马斯威尔 他是个牧师 但是他起初 在两家很小的教会里头工作 感觉到很辛苦 因为所有的工作 他一个人来看着来做 后来他被神拆派 去到这个 California的San Diego那边 去牧养一家 比较大的教会 刚来去到哪个教会 牧养的时候 同样感觉到越来越厉害 工作的压力很大 直到有一天 神的生命改变了他 有一天有一位弟兄 来找这位约翰·牧师 这位弟兄已经有 大概有六十岁的时候 找这位约翰·牧师 跟他聊天讲话 讲了大概一个小时的讲话之后 这位弟兄就对这位约翰·牧师说 牧师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你的祷告者 可是我就为你祷告 哎哟 整个约翰·牧师听了 就高兴得还来不及 为什么 他就感觉到好像 就天上将杀来的大礼物 他说 哎哟 从来只有牧师为我的会友祷告 不然今天我的会友主动说 我要为牧师祷告 他高兴得来不及 但他更没想到 所以通过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从哪天开始 每一天在家里为这个牧师祷告 礼拜天的时候 这个弟兄就来到教堂 坐在礼拜堂的 头一排的座位上 一边听着牧师的讲道 一边为他祷告 从哪天开始 这个牧师感受得到 他的生命不一样 他的家庭不一样 他的侍奉不一样 他的讲道不一样 后来现在这个牧师成为了 美国教会里头 孤单只神使用他在 在讲道 教导 还要在做这个 培训 同工的事情上面 都是神所 给他有很多恩赐 与恩告 后来通过这个弟兄的祷告 他就邀请更多的人 参与这个祷告的同工团队 他们整个的教会都在祷告 产生了祷告的动力 这个John Maxwell 牧师讲了很多句美好的话 其中一句我很喜欢的 他说 祈祷 祈祷 同诚心 不是竞争 Pray Breat Compassion Not Competition 很重要 当我们不同心祷告 我们一定产生 Competition 要分歧 要竞争 要不和谐 不同心 但当我们越祷告 越比起 能够同心 比起要同情之心 同理之心 比起的来 谅解 同情 了解 比起的与你主 这多么的重要 所以祷告 并不是 只是一个多余 这是不需要的事情 这是必定 我们一定需要的事情 其实最大的见证 往往是在人 我们看不见的内在 你知道吗 人最大的见证 不是外面的 是在你的里面 是你的内心 是你的思想里头 是在你的情感里头 这是最大的见证 但是确实 人常常看不到的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 所谓见证 都是比较气要的 不是那么重要的 更重大的见证 是在你的里头 如果你能够对付得住 你季节的里面 你就能够 得胜 所有的见证 譬如说 我们能够控制着 我们的情势 不那么容易地发脾气 不容易那么埋怨别人 不容易那么来批评 论断别人的时候 已经得胜 有余了 但是怎么能够 做这件事情 只有祷告 尤其是我们同心祷告 当教会 我们的内部不和谐 那就是最大的坚强 那也是叫我们 失败的原因 但我们的内部 是和谐的 同心的 伤爱的话 那我们一定 在这个世界里头 就得胜 犹豫 就是需要我们 同心地祷告 这些初期的教会 面对这些困难 会合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求神 把这些困难拉走 他们只是求神 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 我觉得这就是 当有的祷告的态度 我们人是相反的想法 求神 把这些困难拿走 这是危险拿走 这是不好的东西拿走 我们都是这样祷告 但是我们看 初期教会的同心祷告 不是这样 他没有求神 把这些困难拿走 因为拿走与不拿走 是出于神的 神的主权 但是他们需要的 求神的 神的给我们有力量 去面对这些困难 这就是我们打 树林的将 最需要的 所以他们的祷告说 他们这些外邦的人 犹太的人 他们为恐吓着我们 现在求主建策 一面叫你的仆人 大胆地 大放胆量地来讲道 你看 求主来建策的意思 求主来看 Look Look 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错了 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 但是我们看得 太主观了 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看 但是我们只是 凭我的经验 来看这件事情 但现在我们求主来看 因为我要主的眼睛 是最明亮的 主的眼睛 是最聪明 最智慧的 最准确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看 给我们有神的眼光来看 今天我们需要的 就是好像他们的祷告说 我们需要胆量 胆量这个字 就是bonus 我们有胆量 今天我们太多恐惧 惧怕 一场疫情来了 我们就发现 原来我们心中 是多么的脆弱 很多恐惧 人家的一句话 叫我们怕得要洗 看见一些媒体 告诉我们的 一些鸡料 我们就怕得要洗 但我们需要的是胆量 做主的见证 你愿意向神来求吗 求这个胆量吗 另外不单止要求神来看 也要求神伸出祂的手 伸出祢的手 来抑制 来行神迹 等等的事情 你看到吗 我们的一双手 有限的 软弱的 很多东西都做不来的 但是我们需要求神 你伸出祢大能的手 来做事情 这就是我们祷告 祷告是让神伸出祂大能的手 来做祂应该做的事情 Peter Winner 这个很重要的宣教学家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宣教士 好像是海军和绿军 但是我们祷告的勇士 都是宣教的 空军的部队 他讲得太好了 比喻太好了 因为在每一切的打仗的当中 如果你的空军厉害的话 你的舰长得胜的 比例是很高的 如果你的空中 不能掌权的话 你地上海上都没用 空箭是重视最重要的 所以祷告的人 就是我们打这一场 空中的战争 我们需要同心的祷告 让神在这个空中得胜 让这个空中的仇敌 魔鬼都要再一次的 被打败下来 所以我们的照会 别轻看祷告 祷告是一个重要的行动 不要轻看它 不要不看重它 不要护士它 不要护热它 不要以为它是不重要的 有空才去做吧 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行动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最后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 他们聚会的地方都震动起来 结果怎么样 圣灵就充满他们的教会 以至他们就有胆量 有boneness 去传掌神的道 感谢神 祷告的结束 也就是祷告的开始 你好好想一想这句话 结束的祷告 也就是开始的祷告 并不是说我结束祷告了 祷告结束了 我就不用祷告 不是的 我们结束这一现在的祷告 是预备我们接下来 有新的一代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但愿能够影响别人 也来祷告 但愿我们的祷告 也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年轻的一代 也来迫切地来祷告 这才是同心祷告 如果只是我们这一辈子 这一代的人来同心祷告 还是不够 看我能够影响 教会里头 每一个年龄成的人 每一个阶段的人 每一个地方的人 都能够同心祷告 祷告是什么 有人说 祷告是教会的命脉 就是好像我们身体里 很多的脉搏一样 如果我们看一下你的命脉 就知道你的灵情有多高 或者有多低 就好像我们看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就为我们把脉 如果今天主耶稣 我们的大医生 来到我们这个教会 他为我们教会来把脉 看看我们的同心祷告 看看我们的祷告的事工 祷告的生命是如何 如果主耶稣 他听到什么 主耶稣 他感觉到什么 主耶稣 他注意到我们的教会 是怎么样 他可能会发现 我们的祷告 力度不够 深度不够 宽度不高 高度也不高 所以我们主耶稣 如果他要来帮助我们教会 他要为我们开一道 什么处方 好像中医 抓药 抓什么药给我们 来医治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兼顾我们 我觉得 好像我们要抓药的时候 有不同的药材 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恢复 我们同心祷告的力量 我们也需要有一道的处方 处方里头需要什么 需要寻找三方面的人 需要三方面的人 来参与 来投入 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学少 祷告的火炉 也祷告的发电厂 有三方面的人 第一 需要有同行者 要跟你同行的人 或者你愿意跟别人来同行 当人家跌倒了 你扶他一把 人家软弱了 你兼顾他 扶持他 彼此的上注 彼此的帮助 这是教会的最需要的地方 教会上保罗说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 要顾及别人的利益 一样的道理 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可能我们 如果需要有人同行祷告 首先 要愿意做一个同行者的事 无论在我们的小组里头 我们要同行 在同工会里头 我们要同行 在祷告会 在查经班里头 我们要同行 彼此的同行 我们才可以同行地祷告 因为当你跟人同行的时候 你才知道 认识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需要是什么 他也同样知道 认识你这个人 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 你的弱点在哪里 软弱在哪里 我们才可以 插上了同行的祷告 同行者 在我在十几年前 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影响我很深的一种感觉 当年 夫人之间 教会里头有两位母亲 两位姊妹 她们都是母亲 在同一天 她们都有 一个年轻的儿子 在同一天 她们的两个母亲的 年轻的儿子 在同一天 在一场的交通的意外里头 死亡 那是杀怕人的 教人感觉到恐惧的 这么大有前途的青年 为什么夫人之间 就伤命了 这么伤心难过的母亲 我们怎么来安慰她 好难 我以为可以去安慰 这些受伤的母亲 到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做安慰 这些是很难的 不容易的 尤其在这个情况地上 当然这两位母亲 她们都接受专业的 只是counselor 只是辅导员 给她们的辅导 但她们只是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见一亲面而已 在平常的时候 帮助不了她 平常的时候 夫人之间 她们会哭 她们会难过 会break down 甚至她们会 诈备她们自己 很难 要做她们的安慰节 做不来 我就祷告 神就说 你做不了安慰节 你就做一个同行节吧 你跟他们受伤的人 一块同行吧 明白他们吧 聆听他们吧 就走在他们的旁边吧 这个同行的道路 是不容易的 但感谢神 都走过来了 后来我就发现 神要我当不成一个安慰节 做一个同行节 目的是要最后 我自己得到安慰 我自己得到帮助 通过这件事情 我的生命 丰富了好多 我的事丰富了好多 前几天 在偶然的一个聚会的当中 我碰到了其中一位这样的母亲 她就悄悄地走过来说 母师 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我不能够忘记 你当时跟我们的同行 其实当时 我心情不太好 没有讲感激的话 我的心中很大的释放 这个经验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就在一起看到 教会里头 都充满了很多受伤的人 所以我们要教会 同心合一地祷告 头一道的出方 所以我们需要有同行者 第二我们需要有代道者 intercessor 需要有人为别人祷告 这好像初期的教会 他们听见 这两个人的受伤 他们的痛苦 他们受到委屈 他们不是听了就算了 而是他们马上跪下来 同心地祷告 今天的教会 我们听见的东西 很多听见的事情 也太多 但是我们又没有把它转化 成为一个有力的祷告 这就是我们能否 过一个同心祷告的 教会的生活的 其中一个很重大的重点 刚才说的 这个John Maxwell牧师 他有很多代道者 为他祷告 所以他的生命不一样 他的家庭不一样 他的侍奉 他的教会也不一样 第三 第三个厨方 也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在教会里头 有熟灵的道师 mentor 这是很重要 我们需要mentor 这好像学校里头 有高年级的 跟低年级的学生 应该建立这个mentorship的关系 彼此的辅助 鼓励 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 每天给他浇灌 在别人的生命里头 让他的生命 别人的生命 可以成长 感谢神 成长 是需要有input进去的 有教官给他 有爱 有关怀给他 这是熟灵的道师 或者是你说 哎呀 我不懂得讲话 怎么可以做别人的mentor 我都即使不够 我的读书也不多 怎么来帮助别人 其实不需要的 你有一个丰盛的 熟灵的生命 成熟的熟灵生命 就可以足够做别人的道师 最后我讲一个事情 几天之前 我们教会的英文堂 一位年长的弟兄 离开世界 因着生病 身体软弱 他已经背戒回到天下 我很怀念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 就是Frank 跟他的妻姐Nars 当他们还比较 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经常回到教会里头 帮忙服侍 他们的服侍的范围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每个礼拜五的傍晚 或者礼拜六的早上 他都回到教会了 两夫妇回来 那时候为教堂 弄点清洁 给我们的教堂里的植物 洒水 我们教堂的外面 教堂的里面 他都打理得紧紧有条 甚至是时候 他就给我弄一盘 一个很小的小盘栽 放在我的办公室的座面上面 很感恩 因为当时我 当我还没有退休以前 我在通常 礼拜五的傍晚 和礼拜六的早上 我都在教堂的办公室 所以我都有机会 去看见他们 看见他们的 为主而劳苦 为教会而付出 默默无声地来做 每一周都是这样做 他们就好像 洒水的人一样 每一天都在教馆 让教会的人 受到他的帮助和祝福 这几天我坐在教堂 没有人的地方 夫人之间我在祷告 我就感受得到 就好像再一次看到 这两者对夫妇 Frank and Lars 他们就在那边 为教堂默默无声地工作 我就想 他们就是属灵的道士 通过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他们的为人 他们的表现 很谦和 永远都可以叫做 带着笑容 来跟我见面 问候我 很有礼貌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 属灵的道士 弟兄姐妹 我不讲太多 我相信 我们需要做的 不是大有知识的 属灵道士 而是有生命的见证 美好的为人 能够影响我们的年轻人 和年轻的下一代 照会如果同心祷告 必定能够尽力 福星与得胜 所以如何可以同心祷告 并不是靠着我们 是不是懂得祷告 或者是用什么方法祷告 而是都是来自我们的里面 在里面 内在能够成长 我们的外面 都能够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 同心和意地祷告 敬愿神丰富地临在 优优优独